接下來就開始介紹一個一個的鹽類 第一個叫做濾化鈉 這是鹽巴 我們平常吃的食鹽 白鹽色 大家也都知道 有鹹味 大家也都知道 有鹹味 今天要日出的食鹽 濾化鈉 它溶於水是成中性的 然後海水中帶了這麼多的鹽巴濾化鈉 台灣的鹽巴 基本上是用曬鹽巴曬出來的 日曬法得到的 可是日曬法得到的鹽是 所謂的粗鹽 要經過精緻 才會變成你在超市中所買到的鹽 然後超市來到的鹽可能還會另外添加一些東西 幫你預防一些疾病 不管它 但是就是粗鹽 然後要經過精緻 那因為我們靠海 所以我們可以從海得到鹽巴 內衛不靠海 就靠什麼鹽一點什麼之類的方法 或者是用買的方式得到它所需要的鹽 因為鹽很重要 是我們身體中所必須要有的化合物 所以你會有人 尤其是用乙滴眼睛的 會有什麼生理石鹽水 會有生理石鹽水很重要的東西 維護生理需要之外可以來調味 就是你炒菜放鹽巴 醃製 這我們後面會教到 我們醃製東西 然後製造鈉 氯氣 氫氧化鈉 我在上課的時候講過那個電解液態的 氯化鈉跟電解液化鈉的水溶液嘛 不過這個在現在已經不重要了 就看過就好 這叫做氯化鈉很簡單 下個叫做硫酸幹 硫酸幹就是石膏 有主要的石膏 也是白色的 講過白色不用背嘛 國中幾乎都是白色的 補出來的背態就好 不易容於水 然後呢 他有不同的俗迷 這個俗迷現在不重要 我會教 但是現在不太重要 我在地球科學會再教他一次 但是不重要 但是你如果能記住最好 這叫做沒有水的硬石膏 沒有水的硬石膏 還有一個是兩個老公 一個老婆或者兩個老婆一個老公的 兩個硫酸蓋加一個結晶水 叫做燒石膏 他就是幫我來準備去做石膏模型用的那個 他加水就會開始變化 就變成下面那個石膏 叫做一個老公兩個老婆 或一個老婆兩個老公的 一個硫酸蓋兩個結晶水 所以把上面的加水就變成下面這個 然後就要石膏 比較不錯 這是他的俗稱 俗稱看一下就好 現在已經不重要了 但是能記得當然最好 ok 下一個碳酸蓋 這個玩意兒我們以前碰過他 以前我們教過他 碳酸蓋前面跟你講過了 俗稱叫做灰石或者是石灰石 也是白色固體不易容於水 我們當作他會沉澱 鹹土族的碳酸鹽會沉澱 不沉澱 ok 灰石或石灰石 然後呢他就是大乙鹽石灰鹽方解石 高博山地克會交方解石的成分還有貝殼 這些成分都是所謂的碳酸蓋 然後呢石灰鹽大乙鹽可以做建材 石灰鹽還可以做水泥這個看一下 ok 了解一下他都是碳酸蓋 然後就配合我們以前所學過的反應 你就知道他會產生碰到什麼東西 會產生什麼事情 ok 這是以前教過的 暗示你這個碳酸蓋加熱會產生氧化氧化鈣 這以前有告訴過你 他一個重要反應是加熱會產生氧化鈣 氧化鈣俗稱生石灰這也是以前講過的 這也是以前講過的 然後呢生石灰家裡就變成氧化鈣 所以我們上書說氧化鈣是一個便宜易得的鹼 因為粉絲走到大理鹽石灰鹽加熱風水都不得到 所以是便宜易得的鹼 就是基本上都算是過去教過的事情 就這個寫過一次 有個玩意兒叫做石灰生石灰是誰 氧化鈣 怎麼讓他變熟 加水就熟了 加水就熟了 熟石灰石灰水 什麼成分 金氧化鈣 石灰水的功用什麼功用 檢驗二氧化碳 澄清石灰水通入二氧化碳 會有什麼東西 白色混濁 白色成天什麼玩意兒 碳酸蓋 碳酸蓋叫做灰石或者是石灰石 我講過了這個俗名是會出現的 所以這個俗名要知道 誰是灰石誰是磁灰 這個叫俗名要知道 碳酸蓋有兩個反應重要 一個反應叫做加熱 剛剛你講過 加熱 產生氧化鈣 然後就回家了 就回家了 就回來了 一個循環就回來了 還有反應就是剛剛跟你講過的 大理鹽 你知道它是碳酸蓋 你就知道它是碳酸蓋 你不知道它是碳酸蓋 為什麼就是加酸 當初做二氧化碳的 大理鹽加CN酸 大理鹽加CN酸 產生二氧化碳 所以後面兩個方案是重要 一個是加熱 一個是加酸 重要 就是灰石石灰石變化 就我們以前寫過的 其實你看過 那麼再有個石灰岩洞 第一個會再講一次 然後後面會再講一次 其實它是可力反應 就是石灰岩洞 就是石灰岩溶於酸性的 地下水中 長這樣 我這裡畫的雙箭頭 未來就要交到 它叫做可力反應 所以可以左邊變成右邊 右邊變成左邊 左邊變成右邊 是碳酸蓋碰到酸 然後溶解掉 溶解掉 叫做石灰岩洞 石灰岩洞 就變成一個洞 溶解掉 倒掉 反過來 會產生碳酸鈣沉澱 就是地上是交的 中乳石 在上有中乳石 底下長還叫石筍 現在叫做石柱那個 所以 右邊 右邊 向右走 或是說石灰岩洞 向左走 又形成中乳石 所以這就是 剛剛這裡所跟妳講 可力反應 我們未來 會再講一次 就是跟各位介紹一下 氯化鈉 硫酸鈣 碳酸鈣 這幾個 所謂常見的眼淚